你打開門 你可以看到運動器材的柱子 那一般我們在講柱子 我們會比較偏向電線桿 還有... 電線桿還有什麼? 還有就是那個升旗、長長的柱子 一般是只這樣 如果只是一般的運動器材的柱子 我覺得不用過度去擔心 因為它不在我們認知的外六式裡面 外六式就是所謂的 我們現在俗稱的嫌惡設施 像什麼煙囪、橋樑、井 然後以前磨那個豆漿的 那個也叫做外六式之類的 但是運動器材的柱子 它沒有歸類在這個外六式裡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不用太過擔心 你就一個大原則 我大門看到但是它不會影響 我外出行走的一個動線 它也不會產生安全的疑慮 那我們就正常性看待就好了 我不太建議大家看到柱子 就認為說柱子一定是殺氣喔 它不一定喔 好不好